今天開高100點殺200點 又往上拉是不是杯柄 他就是杯柄啊 所以驗證了好強的杯柄理論 驗證我的預告能力 那杯柄完成後呢 頭肩底會成立哦 那一旦頭肩底成立 未來波段利潤可期 另外今天敦泰昨天利多見報之後 今天主力狠狠的修理產戶 那敦泰未來怎麼看 請鎖定今天精彩的節目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成績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震盪很厲害 我認為洗得很漂亮 我認為震盪很漂亮 我認為換手很漂亮 我待會各位分析 結構有一點轉變 待會注意聽哦 好來哦 如果你是我新的粉絲呢 麻煩你加入我的這個粉絲團的時候呢 特別特別要留意 最近我的客戶我的粉絲跟我說 詐騙集團好多哦 所以你在加入我的粉絲的時候呢 請各位務必要留意 小老鼠WIN58899 這才是江江本尊 其他的都是詐騙集團哦 那你最好是利用掃描的模式 掃描QR Code 這邊是LineAd的生活圈 這邊是Telegram的我的粉絲團 請各位掃描QR Code做加入 另外我的解盤頻道呢 摩爾投顧點股成金 江國中分析師 請各位訂閱按讚跟分享 來啊 這一波的行情 漲到這個地方 你未來要怎麼看 好先來驗證江老師過去 無私用我的專業 我看到什麼證據 我就照實講 除了帶會員賺錢 我更希望能夠幫助到 全國忠實的江江粉絲 好有沒有 5月12號財富重分配 15165有沒有好 15159頭這是疫情最嚴重那一天 是全台灣散戶 內心的壓力最沉重那一天 我說我用很輕鬆 愉快的心情跟各位做解盤 我說他不是黑天鵝 他不是黑天鵝 未來漲上去之後呢 先攻萬七再戰萬八 等到萬七的時候呢 你會驗證 他是一隻可愛的毛毛蟲 是不是現在完全驗證了 這是我解盤的特色 有沒有好 5月17號最低點 怎麼下去怎麼上來 這是專業堅持的專業 好投票來 這是2020年的歷史 投票去年 我說政府是不是在打暗號呢 平白無故給你一個校正回歸呢 好那疫情的確診數可以校正回歸 那股市合唱不行 是不是所以他是不是在打暗號 要挑戰1770177017709呢 好是不是這就是我的看法 我收會 我直接把未來的月K線畫給各位看 是不是幫助會員 幫助粉絲很多很多很多 來有本事事真講 我說過有本事當投顧老師 不需要馬後炮 通通講在前面 好不好震盪昨天啊 昨天震盪沒沒有 昨天完全沒有震盪 我昨天片頭跟各位說 震盪是給你把握的 你不要搞錯了哦 昨天還沒震盪我預告會震盪 而這個震盪是給你把握的 為什麼缺口有壓力啊 那有壓力就需要做化解啊 利用我講的杯柄理論來做化解 今天是完全印證換手 我認為是換手 不管他是一天今天很強勢 一天就換手成功 或者是說他還要需要兩到三天 做更激烈的換手 他都是換手 我待會會講的更清楚 換手之後台北股市 我認為會噴更兇 我認為以目前的 今天結構有一點轉變 電子的成長比重又降回來 你到底要怎麼做應對呢 我待會會給各位精彩的 這個確認的答案 來 這是我會員的獲利 3個禮拜 從疫情發展到今天 3個禮拜獲利滿滿啊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機會 這是我們的長輩股哦 雪球1號有沒有 獲利創新高 我們準備加碼 這是我們的雪球2號 EPS暴衝8倍那一檔 已經賺920萬了 100張賺920萬 我們準備再買第三次 今天的價格沒有到我設定的甜甜價 所以我會繼續等 明天後天 當我設定的那個甜甜價來的時候呢 我會義無反顧 帶會員 帶檔股會員 帶親戴會員 再做一次加碼 第三次啊 所以請各位跟上囉 來 新會員很多 請你耐心啊 不要心服氣躁 這個股票的股票的專業 我每一檔都會幫你解決 我每一檔都會跟你出我的研究報告 給各位看 我未來如何帶你做換股 哪個點位帶你出做換股 我會講得很清楚 所以港新會員呢 趕快把持股交給江江哦 來點股成金 如何做到點股成金 這個很重要好不好 集中 把你的像我自己本身啊 我們團隊啊 把我們的一整天的時間 集中在做好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把主身段標股這件事情 做好就OK了 其他的不要想太多 干擾因素很多 不是現在而已 過去現在未來 只要你有操作股票 你每天心裡都會承受很多的 利多利空 還有不確定性 不需要想太多 只要專注 專注把主身段標股這件事情 做好就OK了 來 這是我之前的預告 14902 預告1699會來 這是全國只有我有這樣的能力 三個月前 講三個月後的事情 你自己印證的 17000都來了是不是 好 那疫情破月線要先走一趟 來到半年線 一定要買 這是5月13號 還沒見低 我跟各位講 再低一點就要買了 它是機會 為什麼 那這個機會 你看指標嘛 這個指標的機會 跟去年是不是一模一樣 跟去年有沒有 全球新冠肺炎 一模一樣啊 等於是說 去年的歷史 它又重新複製一次 那你為什麼不把握 是不是 所以我說了 一定要把握了 財富重分配 這張最經典的 這張未來 現在已經到萬七了對不對 未來到萬八的時候 我再回過頭來 請你看這一張 你會感動到掉眼淚 為什麼 在你最脆弱那一天 15159 我跟各位講一個 股市大戶 跟散戶的對立的資訊 不對稱的這個現狀 有沒有 超跌的時候 超跌的時候 為什麼會超跌 散戶因為極度恐慌 嚴重賣過頭 叫做超跌嘛 也因為散戶的嚴重恐慌 極度恐慌 嚴重賣過頭 造成了超跌 才有讓這個籌碼 出現交換的機會 是不是 所以我說了 不管是多頭還是空頭 當超跌 或未來有一天超漲 那個都是中期啊 籌碼交換的最佳時機 好 你看到的是15159有沒有 是籌碼由散戶身上 交到大戶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從這邊 一漲漲一千點 漲一千多點 漲一千四百點 我說什麼 月台理論投資本有沒有 漲一波休息嘛 好再攻對不對 好啦來 頭部來我順便各位講一下 這個卑鄙理論 再各位報告一次 來頭部有沒有 當初我所說的 是不是一模一樣 當初我跟各位這樣子畫 畫的夠清楚 我們當初跟各位怎麼畫呢 我說這是一個中期的相形 有沒有 他從這裡 從我們講的財富重分配 講我的這個一隻毛毛蟲 開始漲一波 是不是休息 漲多要休息 那休息後你要留意哦 他出這個月台 這是月台 那越出月台 離開月台的時候 他是往上還是往下 有沒有 他很明確是往上嘛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很清楚了 OK 這是驗證的 來 來那什麼是杯柄呢 再一次 來這個就很重要了 好那假設這個是底部 那這邊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左肩 有沒有 我說過 為什麼需要杯柄呢 好 今天台北股是 往上開高100點 是不是殺200點 然後又往上拉 有沒有 是完全符合我講的 這個杯柄理論 有沒有 就是這個是這個機會 這是個機會分享有沒有 好的嗎 那這個地方做什麼 做這個 有沒有 他為什麼要先往下拉回 他為何要往下拉回 然後再漲 做什麼 做杯柄啊 那個杯柄可大可小 你看 假設明天他又下一次 又再上一次 他是不是這個兩邊 就做對稱了 一旦對稱 那請問他是不是 頭肩底 啊 如果你認同這個頭肩底 那後面是不是要噴出 那你怎麼可以在震盪的時候 就看空了呢 是不是 所以 這是我講的杯柄理論 就是因為碰到現在有這個機會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跟各位分享 你在股市 要有很專業的認知 你要能別人所不能 你不能 這個這個有盲從的這個心態 哇 漲的時候追啊 殺的時候呢 全部砍掉又放空不行的 好投資不好 股票 有好股票跟壞股票 那好股票他就是好 可是你買的價格不對 那就是散戶的不好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對不對 堅持主申 把符合主申的股票找出來 然後呢 專攻起漲 好股票 專門買起漲點 那就萬無意思啦 就是我一直講的主申段標股的精髓 好特別跟各位做分享投資本來 再重複一次喔 不管他洗多久 他的形態他就是頭肩底 那一旦頭肩底成立就負責賺了 就要負責賺了 我想我這樣子解釋 已經夠清楚夠明白了 所以請各位把握機會 來 學習是什麼 學習就是最賺錢的投資啦 所以我的會員 我親愛的會員 我們的基礎班不只三堂 我現在是來到新團隊 我錄製了三堂的課程 都很精彩 那這三堂是基礎班 那基礎班會員 你這個可以重複學 weekend的時候反正是防疫在加碼 重複學 那我一兩個禮拜就會有新的課程 上傳到我們的官網 你可以重複 利用我們的基礎課程 可以衍生出來 讓你隨時能經過呢 變得越來越強 有一天我相信 只要你願意努力 你會跟我一樣強 我跟你保證 你會跟我一樣強 就是說對股市呢 有自己很專業很獨特的見解 而且是正確的 所以請各位把握機會 那今天還有續約價喔 今天新會員還是可以比照 就會員續約辦理喔 也請各位把握 來主身段 要做就做主身段 不符合主身段不要碰 來前幾天 電子比重成長五成 今天又不一樣了 又掉了對不對 所以很明顯 這個結構有點在做轉變 好不好 結構有點在做轉變 所以我今天要特別跟各位講 電子會有主流 傳產也會有主流 那傳產裡面可能會有 會有兩個主流 甚至更多 所以我說了 雙主流或三主流 有可能是什麼 我剛講的 卑鄙理論完成後 頭肩底成立後 未來噴出去的那一個波段 它極有可能是什麼 是雙主流 一或是三主流 所以啊 你不要在乎它是什麼股票 專注在主身段這件事情 然後呢 誰符合主身就賺誰 懂意思哦 重複一次哦 這個頭肩底成立之後 目前的看法是 它沒有專注在另外 集中在一個主流 它沒有因為像前 像這個前幾天 資金跑到電子之後 傳產就潰敗 沒有 既然主力的思維是如此 主力的做法是如此 你不能夠什麼 靠自己想 你要順應潮流有沒有 與時俱進啊 潮流怎麼走 跟著潮流走 這是當主身段贏家 你的必備的本能 所以跟各位特別 跟各位做分享哦 來看我們的主身段表股有沒有 只做主身好不好 只做主身 會員注意聽 我只做主身段表股 主身段 好不好你再回想一下 今年初第一銅跌四成 哪一個傻子在股票跌四成說 未來會有所謂的主身段 有沒有這是漲啊 初身段漲完第一次回到長均線 有沒有就你的刻板印象中 它是不是主身段 1 2 3 4 5嘛 3就是主身段嘛 是不是你頭什麼你看哦 就這樣子單純 所以我說過你不需要太複雜 你真的我講真的你不需要太複雜 你把最簡單的key point的精髓 把它抓住就ok了 20.15好不好 好股票真的值得爆啊 值得爆啊 我認為會過高 我跟各位講過鋼鐵股 第一銅可以做到7月份 可做到7月份 因為7月份的月短折才扣高 下個月才會扣高 所以我認為7月中下旬之前 都還很ok繼續爆 好我跟各位講銅嘛 第一銅是噴嘛 2.8倍對不對 銅概念 未來的趨勢1萬3 1萬5 每噸銅的爆價 來銅有沒有 現在才在10205啊 所以是不是還有空間 還有空間就有機會了 我連股票都講對不對 第一銅華龍跟大亞 來看華龍有沒有 華龍掌握第一銅的順應 國際的趨勢掌握未來扣低轉折 好不好 他是不是就贏了 好你看今天華龍 經過兩天休息之後 似乎右轉強了喔 有沒有 是不是 好1609也是右轉強了 所以我認為 他還是頗有機會的 好請會員續報喔 來有沒有 所以跟各位講 只有這個關鍵 就是你要去思考你買的股票 把你的辛苦錢壓住的股票 他必須要符合什麼 主成段 這很重要對不對 這很重要 這是你是否能夠成為 不到贏家的分水嶺 那你都選的不是什麼 不是主成段 比方說破月線啊 破季線啊 破前低啊 那怎麼可能是主成段呢 然後呢套牢之後不賣 然後加碼再加碼 這怎麼可能是主成段的人 過的贏家過的日子呢 是不是 想一想想清楚 來你看我們的標股 已經賺92塊了喔 100張這92萬 我們還要再買 為什麼太強啊 基本面太強啊 就是強到爆啊 沒有人可以 可以未來半年之內 未來一年之內 沒有人可以跟他做比擬啊 沒有人會比他強的意思啊 懂意思啊 所以來回做價差啊 來這是普城 來 再跟各位分享一次 你要如何早知道 市場的贏家數量這麼多 參與者這麼多 你要如何早知道 學轉折 扣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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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道 先知道 好 那我為何要讓會員上記出班 讓會員知道我選主 主身段標股的邏輯方法 會員清楚之後 那我股票一摳 他一檢查 主身段 OK拼啊 是不是 那透過紀出班 可以讓會員 對我的信任度 直線的上升 這是我技術班的價值 這是沒有頭部老師 可以給你的價值 懂齁 你看喔 這是普城 你知道他未來扣低 扣低是多頭 那你為什麼會不敢賺 一定敢賺啊 五成九啊 是不是 好再來好不好 這是翔碩 未來是扣低 未來扣高他不會動喔 非盤即跌 那如果扣低呢 非盤即漲 就是說他不會大跌 你的優勢就很大了對不對 一檔股票買進去之後 他不會跌 不會大跌 你沒有波段的損失的風險 他只有盤距跟漲勢而已 是不是 就很清楚對不對 因為是翔碩有沒有 翔碩是不是噴翻 還有利多咧 還有我身為 就全國唯一 電子產業記者出身的 這個分析師 有沒有我給各位利多啊 利多就噴出啦 是不是 所以這都是優勢 這都是我們團隊 能夠帶給會員 獨一無二 非常unique的優勢 所以就自己把握的 長榮 賺我們能夠賺到的錢 賺兩成出場 好不好 這天玉就很精彩囉 有沒有天玉 先下再上有沒有 先下再上有沒有 賺翻 那就直接透過事先預告 獨家訊息 當你有辦法利用轉折看未來 你又能夠領先市場拿到 財報大成長的訊息有沒有 那請問你是負責贏 贏翻了 是不是 待會會講這個天玉 天玉跟敦泰 似乎有這個不謀而合的 這種巧合 好來 是不是 所以我重複強調 要賺就賺主身斷了 別無他法 來這經好課有沒有 扣低 扣低108變成145 你要跟誰做 這是敦泰 扣清楚好不好 扣低 前面扣低 他是一波大漲 那過去的歷史紀錄呢 扣高 扣高好不好 是不是 你會覺得很神奇好不好 太神奇了 加上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子 扣低會漲 然後呢 他扣高就變成跌勢 然後現在扣低呢 他未來又會變成漲勢好不好 是不是 股價是這樣做的 敦泰從頭到尾都是敦泰 公司很好 是龍頭 去通愛心的龍頭 沒有問題 公司好 那為什麼有人會賠錢 賞戶不好啊 低檔扣低不買啊 漲上去全市場再講才追啊 是不是 所以來 這是我們當初買176的敦泰 176敦泰 假設買10張 然後呢 噴出 昨天噴漲停 232 今天創新高240 這樣賺多少錢 自己算哈 賺了60幾塊 有沒有 好的來 那今天敦泰殺的很兇 跟各位講一件事情喔 來 為什麼 昨天利多見報 利多見報了 錢高有壓力 當全市場散戶都知道 他前四個月 賺贏過去十年 好啊好的不得了啊 非買不可 好 主力就是掌握你掌握這種心態 然後就修理他 那為什麼敦泰跟這個天域會有關係 來5月18號 好 5月18號的晚上 這一天5月18號晚上 5月18號晚上 天域的第一季的前四個月賺7.6元 賺贏的去過去兩年的總和 前四個月賺贏過去兩年總和 然後呢 隔天泰國賺停 我是買這裡 我會員買這裡 買這裡 然後加碼 這裡還做加碼一次 好你看 我們買完之後是噴漲停 好的來喔 噴漲停有沒有 全市場都知道 然後隔天呢 修理賞戶 修理賞戶之後呢 然後再噴兩支停板 好回過頭來看什麼 當然位階不一樣 來修理賞戶 投資朋友這個是前高 前高我認為是必備的現象 我認為是很好啊 有沒有頂到前面的高點啊 投資朋友 假設這是個中繼底 假設它是一個中繼的底部 假設哦 它是一個中繼的底部 是不是中繼底部 需要什麼 又來了 誰 背餅啊 有沒有 所以它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這樣子的回撤 假設這種回撤成立的話 那後面就會噴翻天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 敦泰從頭到尾都很好 它沒有不好 那散戶為什麼虧很多 散戶不好啊 低檔不買有沒有 轉折扣低值它不買啊 有沒有所以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的 你一定要來學 你看扣低 扣低會漲 扣高不會漲 扣低會漲 懂意思哈 所以答案很清楚哈 所以自己自立自強 自己要自立自強 一邊賺錢 一邊學我的技術 這是非常好的選擇 金金科是不是扣低 扣低就噴了 有沒有先進光 為何買先進光 我說王子復仇劑啊 4月獲利超過第一季 有沒有 特斯拉宣布未來的Model 3 Model Y輔助系統 不再採用雷達了 因為太因為有太多死亡 死亡的案件沒有人性哈 改用什麼改用車輛的攝影機 他就是做什麼做鏡頭啊 是不是先進光啊 是不是扣低 扣低值什麼 把握一定要堅持 把周轉折扣3D的找出來 從裡面選主聲標股 就這麼簡單 沒有太困難 好你看哦 你自己看啊 是不是2成2了 有沒有好 肥虹 未來下半年 車用電子電動車會重新再起雄風 需不需要充電樁 需要對不對 是不是扣低值 未來他是扣低值的話 跟他拼啊 找這種中空結束轉中低 這麼多 是不是 兩成的獲利 有沒有很清楚對不對 每一檔都是怎麼講 這才是最厲害的地方 金鴻 我說元太電子紙有沒有 疫情這麼嚴重 電子紙的需求提升 電子紙的龍頭是誰 元太 那幫元太做IC設計的是誰 金鴻嘛 是不是頭髮你看這檔存在一動 你看哦 56.7買 56.7買 昨天賺三成一 今天呢 今天再噴 你看當初買的位置 當初買的位置 這是今天的位置 什麼 是賺翻了 賺四成了 那一樣是做股票 贏家可以賺四成 那請問你在幹嘛 是不是 水雨的頭髮來 這是財經 我認為財經還會噴 這是偽權店 這是MCU的二哥 他不只是MCU 他還有電源管理IC 這兩個都是強項 偽權店 他有比別的MCU 更強的優勢 他不只是MCU 他還有電源管理IC 非常之強 我認為還會還會再噴 聯發客也一樣 安國也是一樣 懂意思嗎 所以頭髮來 這是會員的獲利 會員的獲利 來 堅持主申 轉工期長 把好公司選出來 符合主申的選出來 然後轉工期長 賣期長點 把這兩天的事情做好 你就會成為贏家 來透過我們的LINE AT留言 加168 或者是0800668085的免付費專線 我今天還有什麼 就會緣的續約將 新委員你的持股 我會親自幫你診斷 教你如何做轉換 換主身段標股 自己把握機會 卑鄙理論 再一次次 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卑鄙理論 今天未來幾天 一旦確認成立之後呢 頭肩底就成立 那頭肩底成立之後呢 選主流 追主流 都沒有問題 因為整理頭肩底成立之後 先噴出去 先噴的 那絕對是主流 所以未來三天很重要 歡迎各位一定要跟上 就各位操盤順利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